嘿!我們又見面了 今天這條影片就是爪數片來的 因為上兩個星期我出了一條淘寶片 在片尾的時候問了大家有沒有興趣看我淘寶8年淘寶之後的10個提示 你們全部都很好人,很多人都有留言跟我說很有興趣看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看下去吧 就是當我找那件產品的時候 我是會很明確地用很多關鍵字去找那件產品 因為那一欄裡面其實是非常強大 你可以打無限那麼多個關鍵字出來讓它幫你找的 所以就是你可以打一個詞語之後隔開再打一個 再隔開再打一個這樣也可以的 這個技巧我覺得是非常之重要的 在淘寶如果不是我這輩子都不會在一個海裡找到我想要的東西 第二點就是你說了 我已經打了很多關鍵字了 但是打來打去都找不到我想要的東西 那最近我知道淘寶已經多了一個可以上載照片的功能 只要你在手機APP上上傳一張你想要的那個樣子的照片 然後它就會幫你在海裡找到一張很相似的 我覺得這個功能是非常之方便的 因為我經常都... 因為有時候我個人都很慈窮的 我也不知道用什麼字可以完完全全形容我想要的那件事 如果我找到一張參考的照片 我就可以直接丟到淘寶那裡找 就可以找到一個更便宜的價錢了 第三點就是要善用爪相似的這個功能 因為有時候我在淘寶都找到一件自己很想要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它的價錢就偏貴 手沉的上下都找不到相似的 那我只要按下爪相似的那個位置 就可以找到很多一模一樣 甚至是價錢會比較便宜的產品 那在那個位置我經常都找到我自己想要的東西 當我按下爪相似的按鍵之後 我就會發現整個頁面 它的東西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可能它們用的相片是一樣的 或者它們的價錢其實都是一樣的 那我究竟在哪一間裡面去找呢 我會有四個步驟去決定我在哪一間店裡買的 第一個步驟呢 我就是會把上面的filter調成銷量 為什麼我是選擇銷量 而不是選擇綜合 信用 或者是評分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銷量這件事是一個很真實的數字 它賣出了多少件它就是會顯示多少件在上面的 不同例如評分那些 其實現在有很多賣家為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話 它就會是不是都比好評 就很少會比中評或者差評的 基本上如果它根本自己都不喜歡那件東西 但是它為了大家好來好去 所以它也是會給好評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評分這件事不可以100%作準的 我按完銷量之後 我多數會按到頭一兩間的店裡 然後再看它們之前賣家的評價 這個是第二步來的 因為我覺得之前賣家的評論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它可以反映出究竟這件貨品真實寄到來了 現實那件產品是否真的跟我們預期想像中一樣呢 有時候它們的那些描述可能跟現實那些是很不同的 大家都明白這個道理的 所以我自己就會看多幾頁的這些評論 再去決定這間店可不可信 第三步就是看賣家評級 其實我覺得賣家評級也挺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賣家評級是由深深鑽石然後是王冠 我自己都會給自己的底線由鑽石開始買起 那為什麼不選深深呢 因為大家都明白 剛剛我起了一間網店 可能有些成本上不帶出來的質量上會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最保障不如由鑽石開始買起 第四步就是看那件貨品有沒有包遊 大家都明白 因為現在在中國內地很多店鋪都會有包遊的服務 我自己都是很體重那10元的人仔 因為可以多買很多東西的 所以我自己會多數選一些會有包遊的店鋪 如果大家選中的東西沒有包遊的話 絕對不要緊 因為淘寶上面有很多一模一樣的東西可以讓你再選擇 總有一間是會包遊的 經過四個步驟之後 我就會把我自己選擇的東西放進購物車裡 但是在確定我訂單之前 我會看看每間店鋪上有一個領取優惠券的按鈕 因為現在有些店鋪會突然在上面說 如果你買滿100元我就選5元 買滿200元就選10元 但是它不會自動減給你的 它是要你自己領取優惠券之後 才會在價錢減 其實大家在確定你訂單之前 一定要記得按一按鈕 當你確認訂單之後 之後就去付錢 付完錢之後就等它寄下來 等它寄下來之後再評價 或者是怎樣 最後兩點想跟大家說的就是我淘寶的心態 其實從小到大 我都很相信這個一分錢一分貨的概念 所以我對淘寶上面的所有東西都不會很有期望 我覺得你對得住你的價錢 可能用衣服做到一季 對我來說已經是OK了 這麼便宜你還想怎樣的想法 最後一點就是我從來都只會塗新外物 包括衣服、配件、飾物等等 袋子等等 我才會在淘寶買的 但有些例如食物、護膚品、化妝品 其實我是不是都一定不會在淘寶買的 就算它多便宜、多吸引、多似也好 我都覺得它對我的身體是有一個嚴重的威脅 可能我誇張了 但這些東西難道你出事之後 你才怪自己 早知道就不塗了 不可以的 所以給大家一個忠告 我自己就不太建議大家去塗這些東西 今天的淘寶小提示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有些什麼的話 非常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終於到考完試了 超興奮 我正式踏入暑假 有三樣東西是很想在這個暑假裏做到的 亦都想分享給大家聽